Hello 大家好 我是ORANGE 之前就教了大家打招呼 問一下別人在哪裡來 以及問一下別人叫什麼名字 可能已經開始覺得那個人很悶 好像現在這樣覺得我很悶 但我怎樣可以跟你說拜拜呢 除了拜拜 還有很多說法 之前的片段我會跟大家說 臨尾我會跟大家說choose 其實就不是假裝說廣普通話叫你choose 我不是惡意的 但choose就是一個德文的道別方式 譬如這裡 這裡有很多德文道別方式 譬如第一個就是choose 或者是另一種友善朋友之間的 再建議的方式就是 Ciao Ciao 全國歐洲都是這樣說的 譬如我在英國我不會說choose 但我會繼續說Ciao 這樣 如果是一個比較正經的方法 就會是這一種 Auf Wiedersehen 這個就比較長 而且也會比較有型的 如果可以跟大家說到這一句 那下面還有兩種說法 就是一些祝福語 譬如叫你保重 那就會是Mark's good Mark's good 或者是祝你今天 Have a nice day 就是今天希望你過得好一點 這樣 中文真的不懂得說 因為我們中文 我們很少這樣說 就是bye bye就bye bye 那德文是怎樣說呢 Shanentak Shanentak 那就是nice day 這樣解 那Shan這個字就是nice 就是好像nice 那樣用的 nice你什麼事都可以說nice 那德文一樣 你什麼事都可以說shan 譬如之前說Vegades Vegades 然後你說Shan 這樣 對了 你想不到怎麼回答 你就說shan 其實你是不知道怎麼回答的 好 重回一次 這些是道別的方式 第一個 schüss 或者是 chao 下一個比較正經的方式 就是叫做Alvidezin Alvidezin 如果你想叫大家保重的 就叫做 Mark's good Mark's good 是一個 可能是買東西吃的時候 就會經常聽到人家說 Shanentak Shanentak 或者晚上呢 就會叫做Shanentabend Chi Chi 今天 教了這麼多先 一次過跟大家說好多個 拜拜 Tschüss Ciao Au wiedersehen Mark's good Ich wünsche dir Einen Schönen Tag